雪州沙亚南一家工厂今年初因为两次为例运作 而受到执法单位兑付 但是没有想到单大包天的业者还是没有吸取教训 在雪州加强管制令生效的第一天继续暗地运作 结果遭警方取缔 当场勒令关闭 五名雇主和八名员工 个别吃下每人一万令吉和两千令吉的罚单 五个雇主和八名员工 六个雇主和二个雇主 雇主和八名员工厂 我们被剩下的雇主和二个雇主 他们有60%雇主 其他雇主是在雇主的雇主 雇主的雇主 八大队前往工厂突击检查时发现 这个曾经爆发感染群的工厂 竟然还有超过100名员工正在工作 警方随后指示所有员工列队出事 埋斯加特拉二维马系路 没有为例的员工才获准回家 沙亚南副景区主任拉姆西表示 调查发现工厂雇主涉嫌谎报工厂为关键领域后 滥用冒工不心寒违法运作 因此当局一声令下 工厂即日起关闭 所有违规者还得承担总值6万8千令吉罚单 整个人要发现工厂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